所以说我也是逐步的遇到一些音 我就和大家讲一讲 我会跟大家去进一步的就所谓的音位变体 大家看这里面所有的音 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的方框 在我看来这些方框 每一个方框实际上都是若干个音的集合 所以说我刚才和大家讲了这些音 它具体在发的时候的一些要求 但是这些要求实际上通通都是长提发音 就是这些音本身的一个常态 在它遇到很多的语音的环境 它前面加了一个音 后面加了一个音 它都会对这个音本身造成一些改变 那么这样的一些改变实际上是真实存在 而且是非常值得和大家讲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音位的遍体 所以说现阶段 我们在学习单音的阶段 大家先把长提发音给它练好 但是在你自己去听一些单词拼读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遇到了一些音 就像我刚才讲的 像thanks 像ham 你会觉得 这个听起来好像中间多了一个 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些其他的音 实际上不是你的耳朵出了问题 而是因为不同的语音的遍体 像美式发音 像英式发音 澳大利亚的 新加坡的 印度的 日本的 中国人的 中国南方 中国北方 中国四川 中国湖南 我跟大家讲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怎么会来的 嗯 我过来 但我看他们 我跟他们有点 还是能夹